容易脸红超过30分钟 潮红超过10分钟 血管丝明显或是长满秋枕浓泡 鼻子增厚等都是九糟性皮肤炎的主要症状 临床上将九糟分为第一型九糟 症状是红斑 血管扩张 第二型为秋枕浓泡型 第三型是鼻子增厚的鼻流症状 以及第四型分布于眼睛周围的九糟性皮肤炎 是用大拇指的指甲戴个手套 然后去挤压脸上的皮肤 我们以一平方公分有多少只虫来计算的话 正常人平均值是7.9只 那在第一型九糟的病人 他的平均值是105只每平方公分 那第二型九糟是106只每平方公分 所以在九糟的病人 不管是第一型或第二型 他的脸上如形蛮虫的数目 都是比正常人高出十倍之多 九糟性皮肤炎常见的致病因子 包括乳形蛮虫感染 子外线伤害 情绪压力等等 好发于30到60岁族群 女性比例高于男性 治疗方面则以口服的A酸 抗生素 外用的杜鹃花酸 以及脉冲雷射治疗等等 在2018年春季皮肤科医学年会发表研究 透过适当的抗肌生虫药物治疗 脸上的乳形蛮虫数量减少 九糟症状能获得改善 目前已有新一代双效外用药膏 为九糟皮肤治疗跨出新的一大步 九糟的病人他常常不止一种表现 所以治疗上因为大部分都是以综合治疗为主 有多少症状就选择适合他的症状的药物 来复合性的治疗 去年底国内有引进一种新型的药物 它可以对抗致病因子里面的乳形蛮虫 这个药物有两种效果 它兼顾消炎跟抗虫 适用于丘诊龙泡型九糟的病人 根据临床试验 第二型九糟的病人 使用16周之后有八成的病人 他的求疹龙泡完全消失 或几乎完全消失 传统九糟性皮肤炎治疗 若使用外用药 由于刺激性较强 患者治疗的顺从性较低 随着新型药剂的引进 对病人来说也是一大福音 医师建议 九糟皮肤需要温和照护 除了选用温和的清洁用品 也不要过度搓揉肌肤 勤劳保湿 少用热饮及辛辣食物 或是酒类 加工肉品等富含组织胺的食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